中国男星黄瑾瑜近期成都搭档女星张静怡出演电视剧 她从火光中走来 张静怡在受访时表示 拍摄期间有两件让她感到印象深刻的事 剧图在模拟火灾现场时喷出来的水经过高温后变得非常烫 当时她还穿着短袖上衣 黄瑾瑜见高温水不停往她身上滴 她立即上前为她挡睡 还有一次在拍摄绳索垂降时 张静怡的头发意外卷入八字扣 索性黄瑾瑜一脚踩住 否则她头皮很可能会被扯掉 后果不堪设想 而黄瑾瑜则透露 这次与小六岁的张静怡搭戏 担心拖对方的后腿 因此为了在镜头前看起来 男人的状态不至于差太远 她每天都在健身房做运动 在和大家吃饭之前 也会偷偷的去跑步40分钟 不过她也是要说人不能瘦太快 脸上很容易有法令纹 并表示这是她实践出来的结果 可见她对于作品相当用心